俄罗斯在赫尔松一带的铠甲防空系统疫苗化为大火球 乌克兰反攻不因为冬季到来停下脚步 乌军拿起机枪朝天空猛射 过去十天俄罗斯又派出一百多架的神风特工队无人机 上个月的数字则高达近五百架 另外乌军在南部的战场上也有重大突破 乌克兰军方证实已让俄军部队从地孽薄河岸后退三到八公里 第144独立摩托话旅甚至器械投降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投出好几张乌军上岸照正本前现尸器 另外乌军也使用联合职工弹药摧毁 俄军在地孽薄河岸附近的武装部队基地 乌军说俄军在这波战斗中高达三千五百人伤亡 损失数十个弹药库和数十辆坦克装甲车 俄军布置在南部败退对那也面临更多的抗议 画面中一个位在加里宁格勒的征兵办公室 就遭妇女纵火抗议 不满亲爱的家人被逼上前线当跑灰 这新闻纵火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